繼續來玩 The Blind Prophet 驅魔 驅魔使徒 的後續 上次 幹翻了酒吧的那個 色情惡魔 這次要把兄貞拿回去還給 圍奇 就是 一開始那個刺青殿的那個 這是什麼 人類不值得拯救他們的靈魂是邪惡的 他們是一切邪惡的根源 捨棄你的負擔加入我們 這個留言的人 有可能是個惡魔 然後可能跟上一集 把我們鎖在酒吧裡的那個人 可能是同一個 對 就是這個 頭上很多刀疤了 這遊戲應該 我不曉得有沒有多結局 就比如說可以選擇說 真的去加入 加入 惡魔這樣 我把他捅穿了 痾 我把他捅穿了 那我認識剛剛那份留言 有人想阻止他的計畫 我認識剛剛那份留言 主角並不是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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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在之前的 遊戲裡面就死過好幾次 我們被切肉刀 砍頭 或是被炸彈炸一炸一只會死 好 我們把胸增確實的還回去了 所以現在要幹嘛 就是 去 去羅特伯克找線索 我們去羅特伯克找線索 當這羅特伯克好像是我亂走走到的 這是什麼啊 等一下 奇怪的標示 我感覺 這是解謎耶 這些箭頭感覺要做 特別的排列 算了 先晚一點 現在不能用 不要說太多 別擔心警官 好 這是記者 這是記者 剛剛是 好 所以之前這邊會被封鎖 是因為有一個自殺事件 啊幹 直接踹人耶 他直接在現場直播踹酒鬼 看你講這種話沒問題嗎 不是在直播嗎 剛剛被踹的人 我們跟他對個話 他在說故事 之前的那個事情經過 他說原本躺在那邊有一個人跑過來 然後那個人一邊自言自語 就跨過圍欄 威脅要跳下去 然後被閃電打到 你們也是 這又是什麼奇怪的惡魔啊 這應該是類似魔法之類的東西啊 所以有可能警察沒有找到他掉出來的戒指 等一下我們要下去 往那邊下去看看 我原來被破壞了 他像是被融化了 所以就是被雷打到之後融掉了 跟雕像對話 我有很多問題要問你 他要找到那枚戒指 直接這樣就好了啦 這麼小一個戒指 圖章戒指 是在奇怪的情況下死去人的戒指 我找到戒指 上面有印章 這是什麼印章 我們之前應該沒有在 遊戲的哪個地方看 喔 古董商 啊 這是我們 上次從那個保險箱裡面收出來的錢 我們來看看乞丐 喔 他會說話耶 他會說 看看乞丐是否知道這枚戒指 可是我們剛剛已經做過了 所以我們可以走了 我們接著就去古董店嘛 這個人怎麼看起來 這個人看起來跟我們上次看到他不太一樣 看起來很沮喪 幹 可是 為什麼會問他是不是古董專家 上次不就已經對過話了嗎 為什麼感覺好像失憶而已啊 眼鏡 他是被打了喔 喔 他比搶劫啦 暴徒 應該就是之前 欸 在 刺青店前面的那兩個暴徒 哇 我把他們頭砍下來就好啦 把他們頭砍下來 他們這也不會來啦 你好啊 使用暴力 喔 這樣砸下去眼睛沒有睡耶 好猛喔 所以我打倒了一個 一個跑了 你可以做一個漂亮的地毯 呵呵呵 喔 所以我已經 這段已經自動把戒指拿給他看 這個漁業巨頭馬洛家族的家徽 他們有一座莊園在羅特伯克的視角 所以我們要走回去囉 其實這邊有寫羅特伯克 這邊有寫羅特伯克 第一次來到這邊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可以互動 盾灰 又有混混 沒有 我得走了再見 他不會放我走的啦 冷靜個屁 我先屁掉你的頭 oxian 他們會不會拿槍出來射我 skrk %%%%$%!%%%% 之後的任務有可能又會再需要這群人 還蠻有可能 這邊可以走 這邊也可以走 市郊的話應該是往外走 所以我往 這邊看起來像是大樓跟教堂之類的東西 我先往右邊走看看 酒吧 綠色巴士 混蛋 他在騷擾他 我可以對話嗎 這邊有一個人 這個人不行點 不行 混混 進去看看 酒吧 女招帶在幹嘛 在幹嘛 弄墊錶 這傢伙站不起來 完全墜了 他需要一些東西 我不能彈鋼琴 這個門鎖起來了 所以... 沒了耶 我只能下去耶 所以應該暫時來這邊沒有事啊 麻煩麻煩來這邊 那繼續往後走 刺射藥丸 這邊有一個可以走 這邊有一個可以走 這邊是回去 這邊... 我們來看看 這個人怎麼了 這個人怎麼了 所以我也不能怎麼樣 這邊還有漏電耶 靠 好危險 我現在在哪裡啊 我現在在哪裡啊 我看到了耶 這邊 這邊 那個什麼... 什麼馬洛家族應該在這裡 所以我應該要往... 這邊走吧 這邊還有診所耶 好大喔 這裡 超大的耶 有人嗎 幹 博物館也不會... 博物館也有開門時間了好嗎 這是什麼... 這又是廣場雕像 為什麼我走到這裡來喔 不是要去這裡嗎 我覺得我走錯了 先回去好了 我先...我先... 啊不對 這邊不是... 這是要走這 這邊有... 槍電 要不對 日常用品點 靠腰 我把後面掛著東西 你是鞋子啊 媽的 看成手槍 這邊也可以走吧 這邊也可以走 摩托車的殘骸 喔 他這邊...他已經被拆掉了 喔喔喔喔喔 這是之前... 那個告訴我們... 呃...電子組密碼的那個人 還是說這個人就是寄給我們那個... 便條的人啊 又走了 又走了 城外的莊園就是這裡了 旁邊還有一個標牌寫著私人...私人土地 喔喔 記者 他也被附身了 他也被附身了 羅特伯克衰落危機過後的血雨淚 我就要過了 確定了 有一個進入 我跟你看得到 就算了 找到你喝完 我們的含藍 真是 主角突然間出現在他背後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跟攝影師對話 因為這個不重要 他就是個搞笑的 欸不對攝影師也走了 貓頭鷹的雕像 這貓頭鷹喔 這不是什麼施救嗎 蝙蝠 門鈴 壞了 門上刻著馬路的名字 中間有個機械裝置和符號 大家可以打開 轉不動 這樣我們把戒指按上去然後轉 好像也太對 只有了解世界秩序的人才可以進入我們的領地 我可以退出去 我要怎麼退出去啊 我就只能這樣硬A了 不會吧 硬A開了耶 這段到底是怎麼解的我完全不知道 硬A 剛剛那段門鎖到底是衝到小啊 我就點進去他就直接鎖在那個畫面了 然後我按任何鍵都沒有把他推出去 第一張 過往的幽靈 現在才開始第一張啊 所以我之前打的是什麼 序章 參觀完莊園之後我希望對受害者有更多了解 尤其是乞丐說的令人不安的現象 就是閃電 閃電 我可以敲門 敲門敲門敲門 門關掉下來了 所以門關可以撿對不對 不行 長春藤 可以爬耶 幹 你看他這邊說我可以爬上去 按使用他說不夠結實 垃圾耶 啊窗戶啊這裡啊這裡啊這裡啊 繩子啊 太高了 要找東西放上去 拿 所以 呃他這個遊戲其實有一些裸體在 比如說你要先看 窗戶 知道這邊有一扇開的窗戶 你這個繩子再拿起來 不然剛剛前面繩子拿不起來 我應該要跟什麼東西組合吧 我覺得啦 呃喔門環可以拿了耶 剛才不能拿耶 哇操 然後把門環跟繩子組合 就可以做成一個抓勾 好 好進來啦 女人的小雕像 拿走 四腳床 睡一下 他說是凡人需要的東西 支支架幹走 關上了 路 德 維西 艾爾莎 他們的 房間 C15裝甲 很麻煩啊 欸有鬼有鬼有鬼 媽的真的有鬼啊 阿其波爾德馬洛 那個遠古的祖先用通曉一切眼睛注射 這邊有看起來像解謎的東西 女人 好 這一樣就是要找三個雕像 擺在上面 然後要擺對位置 然後再插戒指 就會開了 這樣 應該是開這扇門 我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嗎 沒了吧 女人的雕像我可以在 不行欸 我不能再調查了 麻煩 這門都是鎖的 所以我只有一個雕像 怎麼辦啊 還是就先轉轉看啊 這個只有一個雕像 有了 一個小雕像 所以有了 上面其中一個房間的門應該開了 上面其中一個房間的門應該開了 除非門是被魔法打開 有機關啦 什麼魔法 骨頭欸拿拿拿拿 沒有用 幹 有了 Rest well Elsa 爸爸我 已經迫不及待等你回 迫不及待等你回家了 我希望你可以以你 深愛的女兒為榮 然後 然後這是一首歌 然後 然後 喔喔喔 以這個為準 以這個為準 所以他其實這個還蠻友善 因為譜是從左到右 像一個浮動的句子 最下方的起始三 一開始就是三角 每網上的見據就是 一個數字 所以最上面是八 然後 這邊是七 這樣 他還有教學啦 其實還不錯 所以最高只會到這裡 來幾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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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角色 我先聽到這個 四角色 都不及待 可能 已是四角色 那是四角色 是四角色 很少的 一角色 我先聽到這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個小雕像 所以其實他為了要方便我們玩 就是他沒有用真正的鋼琴 而是用這種小鋼琴 不停地消耗 所以還沒用再寄 突然說 很久不止 不停地消耗 最少不息 像吧 不停地消耗 斧頭可以拿耶 所以我們剛進來房間的時候斧頭是不能拿的 現在的斧頭就可以拿 所以我們直接把斧頭給批了吧 冒險機械地理和其他科目 買唷買唷買唷我又要搞這個日鬼 親愛的爸爸我們祖先阿祈布爾多航海的故事 什麼吸引我 他經歷我製作了一個小機械裝飾 這是你做的喔太屌了吧 希望可以重溫 看點故事 所以我們應該就是要按照他的 他的航行方向 還是什麼時間之類的 風往哪邊吹哪個航向 天然後 白天還是晚上 然後 洞上面三個影響下面這一個 海風很 他們仰反向著 東北前進 東北前進 風很完美啦可是完美啊 不太懂 因為是滿月 因為是滿月 啊啊這個月亮是要指到 這樣滿月 前進了一格 前進了一格 對 這樣就對了 第七天的時候風完全停 但船還是向南飄去 第七天喔所以過了七天 1 呃 1 2 這是3 4 5 6 7 轉一點 還是反啦 還是反了 1 2 3 4 5 6 7 等一下 對對對 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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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在一個看不到月亮的黑夜裡面一場風爆 一場風爆 然後還是向南面飄嘛 所以一個看不到 到... 月亮的黑夜裡 所以就是... 我猜等一下應該又有鬼會跳出來笑 但是阿奇博爾的馬洛借著直覺 很好地利用了狂風 朝著初始航向完全相反的地方 完全相反的地方 風暴過後的狂風 所以要小一點 幹 等一下 初始航向是東北 不是剛來的航向 所以初始航向應該是西南 江西南 最後一個星期 阿奇博爾的向正東航行 正東 最後一個星期 所以我這邊的日期怎麼調啊 安全的使勁的港口 最後一個星期 一開始是滿月 所以我們要... 1 2 3 4 武器 溫和有力的天氣下 靠藥 這個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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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調到第八天阿 調到第八天阿 這場才是最後一個 沒有鬼喔 幹 好 好啦 三個都拿到了 要玩吧 這個 他愛航海嗎 他愛始終 GO 有鬼 對 一個幽靈 已經是馬洛夫 艾斯多爾馬洛爾木 根據傳統 是一個馬洛後裔的 對話 他在為他的父親哀悼 也許我可以引起他的注意 朝著這個棺木踹一腳 不是喔 這樣 你的戒指是我的兒子路德維希 啊路德維希 是不是就是他的小兒子 就是航海的那個還是什麼小的 他是被謀殺的還是被超自然力量死 打死 兩個維度之間被錯誤打 什麼東西啊 他爸爸死了之後路德維希 掌管不來 他女兒比較想要彈鋼琴 他的孩子被帶走了 被誰帶走啊 他上吊了 他要講過 他現在要告訴我們是被誰帶走 經濟文化上來說 這是一個繁榮的小鎮 到處來說都是一個幸運的地方 他的家族在這邊是大家族 一半的漁民靠他們家族陌生 他們常辦什麼晚宴啊 然後決定小鎮未來方向 結果大退潮就魚都消失了 就是他們附近的海裡面都沒有魚了 大退潮 然後整個就是經濟崩潰 他們出現動搖 然後來了一個年輕商人叫做史坦尼斯拉 他用極低的價格收購的是我的產業 然後他得到控制權之後呢 就來攻擊他們的家族 他們被四人責罵 本來就是被那個人煽動 去罵他 所以史坦尼斯拉應該就是某個惡魔 然後跑來這個地方破壞 他的大廈在老市政廳的頂上 老市政廳頂上是不是我們之前在地圖看到 最上面有一棟很高的建築 阿爾沙 阿 因為阿爾沙還活著 是嗎 可是我怎麼覺得怪怪的阿 欸不對阿 阿爾沙是不是死了阿 為什麼我們在 阿爾沙的房間解謎之後會跳出一個小女孩的幽靈阿 如果他還活著的話那幽靈是誰阿 你是這個夫人嗎 這突然變年輕跑過來嚇我們嗎 太奇怪了吧 被送到孤兒院阿 小孩被送到孤兒院阿 因為他的精神 就是說他的精神狀況不好 可是他確實死殺了阿 還是說那是小孩被帶走之後 史坦尼斯拉我會把他頭砍下來 沒問題的 消失了 果然死者就是路 路德維西馬洛 他們馬洛家族的後遺 為什麼死的時候會出現東方閃電 去找他 妹妹 阿德林建議我去找艾爾沙 他可能會知道更多關於他各個的事情 然後我們只知道他大概30歲 然後不知道他長了 我們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啊 其實我們只有他 小時候的雕像的樣子 然後不知道是不是在路德普克 他自己找到 45分鐘了 先 我已經玩45分鐘了 先玩到這吧 我們下一次再去找艾爾沙 先過了整個 這個什麼 莊園 整個莊園的解謎 我覺得還不錯耶 他的解謎設計的沒有很難 蠻適合我的 先這樣 先這樣 下次再說吧